我们第二种来跟大家介绍的或许是最为常用的一种连续分布 叫做正态分布 英文叫normal distribution 或者是用人名命名叫做Gauss 或者叫Gaussian distribution 它这个东西写出来是这样的 X服从于normal distribution 然后它里面涉及到几个参数呢 这么两个参数 μ跟sigma方 μ跟sigma方本身我们指的什么含义来着 是不是就是期望跟方差呢 所以就是说正态分布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 它吸纳的两个参数就是自己的期望和方差 我们慢慢的来体会它正态分布描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从概率开始 概率 这里我打算采用这么一个方法 就是我先给大家一个含有参数的形式 就是不是这两个而是其他的参数 然后我们慢慢的找到那些参数跟什么呢 跟我们跟我们的μ和sigma方之间的联系 好吧 我们先给大家这么一个形式 叫做fx等于ce的负的x减去a的方 然后比上一个2b这么一玩意 也就是说这里面暂时出现了三个参数 abc是吧 然后那这个三个参数我们接下来就是通过我们每次对于一个分布要研究的时候都要进行的三条 哪三条来着 第一次 第一个是检验协调性 然后第二个呢 是看看七网 第三个是看看方差 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找到abc三个参数 与我们最终这个七网和方差 没有跟sigma方之间联系 然后这里呢 要求c首先说是个正数 是吧 c是个正数 然后b其实也得要求是个正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 它描述是个什么含义 f它本身得是正的 对不对 f不能说某一个地方的概率密度是负的 所以f是正的 那么f正的话 这是e的多少次方是正的 所以c就必须得是正的 对吧 然后另外呢 我们这个f不能让它标到无穷去 对不对 f肯定得是bounded f肯定得是这个叫做什么有界的 对吧 所以你想如果说b今天是一个负值的话 b如果是负值 那这里是不是相当于是e的正数次方 然后这个x可以随意变化 我们这里应该加下去 x是属于r的 所以会导致什么情况 会导致说如果x绝对值特别大的话 会导致说这个是一个e的特别大的次 特别大次方 对吧 那这个东西就会标到无穷去了 那显然是不合理的 所以就是说这里要求b和c都得是正数 也就是说这里是一个正数次的e的一个负数次方 这个意思 是吧 而另外呢 我们说了这是x属于r 也就是说这个跟我们的叫做那个均匀分布是不一样的 均匀分布怎么样 均匀分布f只在一段区间上不得零 但是在这个东西里面 x属于r理论上来讲 在正态分布当中 整个十数轴上面都是不得零的 对吧 小f都是不得零的 好的 然后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检验一下什么呢 检验一下协调性 协调 那么对于我们离散随机变量来说的话 我们检验的是说有概率的那些地方 我们把它们的pmf加起来得1 是吧 那么对于连续的话 我们怎么检验 连续的话 检验是不是就是把所有的小f积分起来 把所有的pdf积分起来应该得1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东西我们想要算的是 从负无穷到无穷来积这个分 对于x进行积分 是吧 但是我们这里呢 不妨给它换一个东西 什么样呢 我们换个变量 z等于x减去a比上一个根号b 是吧 首先分子上有个x减a很好理解 就是说我们发现这里 x减a的方稍微有点麻烦 如果说我们能够把它换成 把x减去a看成一个整体的话 那这样不就相当于一个什么玩意儿的方吗 那这样的话相对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是吧 然后这里 为了后面的计算方便 我们同时还把一个根号b塞进去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z方等于谁 z方是不是等于x减去a的方比上一个b 所以就是说这一部分是不是直接就化成了z方 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指数上面化成了e的负的二分之z方 这个意思 好的 然后我们之后是把这个东西直接进行积分的时候 是要对于x积分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想把它换成对于z积分 那么dx跟dz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联系啊 dz应该等于根号b分之一的dx 对吧 一下项就得到说不好意思 这个是dz 这个是dx dz等于根号b分之一的dx 所以一下项就得到说dx等于根号b乘以dz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计算这个协调性总体的小f的积分 那么就是从负无穷到无穷的我们g这个东西 我们先把原本的式的超一遍x减去a的方比上一个2bdx 对吧 这个东西等于什么呀 等于负无穷到无穷的c乘以e的 我们现在把它换成了z 对吧 所以x减去a的方比上b 我们说了这个东西是z方 所以就是负的二分之z方 然后再dx 但是dx我们想要把它换掉 dx是根号b乘以dz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根号b乘以 根号b乘以dz 对吧 好的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系数提出来根号b和c都是常数 所以提出来根号b乘以c再乘以负无穷到无穷的e的负的二分之z方 dz这东西的积分 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要研究一下这个积分怎么算 那么我们知道说根据协调性我们希望这个东西等于1 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积分算出来了之后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根号b乘以c再乘以一个什么常数等于1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b和c之间的关系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又怎么来算呢 这是我们现在想要比较关心的 这个东西啊 应该说不是特别好算 为什么不是特别好算呢 e的负的二分之z方这个函数啊 数学上可以说明它是没有解析形式的 没有这个基本出等函数的形式的 也就是说 你写不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函数 它的导数就等于e的负的二分之z方 也就是说微积分基本定理在这不好使了 但是我们同时又知道说 这个玩意儿它铁定式是一个常数 对不对 我们来画一下这个e的负的二分之z方的图像 那大概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是e的负的二分之z方 是吧 那么这个是z 就是这东西 反正这图像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就长成这个德性 然后这图像肯定跟z这个横轴 是不是底下会围成一定的面积 这个面积肯定是一个定值 也就是说这个面积肯定是在哪的 我们是能算的 是吧 那如果大家有电脑的话 或许可以通过什么呀 通过数值方法来计算 对吧 你比方说把这个整体这个面积 拆成若干块 每一小块这样 分别来计算 然后最终把整体的加起来看一看 应该大概是得一个什么值 但是其实呢 这个玩意儿啊 我们通过一些数学手段 是可以把它的实际的值算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看怎么算 好的 我们现在想计算这个 负无穷到无穷的 E的负的二分之之方 乘以DZ 对吧 这个东西 如果不太好直接算的话 我们把它设出来 比方说设它是L 我们算一算L方 看看得什么 大家同不同意 在我们这个式子当中 Z其实只是一个挂名的 什么意思 我把这个Z叫什么东西 其实都行 叫X行不行 E的负的二分之X方 DX积分 E的负的二分之Y方 DY积分 是不是都跟我们原本这个值一样的 算出来都是L 所以的话 我们计算L方的话 我们把它这么来写 负无穷到无穷 E的负的二分之X方 然后DX 这是第一次 对吧 第二次呢 我们给它换一个 换一个变量 比方说叫做Y 所以叫做负无穷到无穷的 E的负的二分之Y方 DY 这么一东西 是吧 然后呢 然后的话 我们把它 这个 把这两个积分 给它合并一下 怎么叫合并一下呢 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 说这东西 它反正最终算出来 就是一个数 是吧 那作为一个数来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这个数插到 我们这个背基的函数当中去呢 就变成了一个 负无穷到无穷的 我指的是这个 是吧 然后内部是什么呀 内部是E的负的二分之Y方 再去乘以一个 我们新引入进来的 前面这个负无穷到无穷的 E的负的二分之X方DX 对吧 然后最后在DY 然后 但是我们此时又发现说 对于我们里面 贝基的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来说的话 E的负的二分之Y方 它只跟Y相关 它跟X无关 所以这东西 在它看来 好像也是一个常数一样 也就是说这个E的负的二分之Y方 可以塞到这个里面 贝基的里面去 对吧 所以最终就得到结论 说是负无穷到无穷 这外面应该是谁呀 这个是Y 对不对 Y 然后里面呢 是负无穷到无穷的 而这个是X 然后是E的负的二分之X方 乘以E的负的二分之Y方 对吧 把这个E的负的二分之Y方挪进去了 那自然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叫做E的负的二分之X方 减去二分之Y方 然后呢 再DX DY 对吧 就是说我们把原本的这个L方 画成一个二重积分的形式 那画成二重积分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们可以考虑 这个换源 是吧 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换源呢 叫做极坐标 现在我们相当于是在XY平面内 有这么一个函数 叫做E的负的二分之X方 减去二分之Y方 然后我们要在平面内 对于它整体的这个函数值进行积分 对吧 那么我们把这个坐标改变一下 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坐标呢 变成极坐标 极坐标怎么表示 就是说平面当中有一个点 我们用这个 我们把X和Y坐标 现在转化成了叫做R跟C他坐标 R就指的是这一个点 到我们原点的距离 这个是R 是吧 然后我们这条线 跟我们X轴正半轴的夹角 这个角叫做C他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平面上面的点 唯一的转化成 用R和C他坐标来表示 然后并且这个 坐标转换还是可逆的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把原本的这个XY平面内的积分 画成R θ平面内的积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要怎么样啊 在换圆的时候 要乘一个亚克比行列式 具体来说 大家在微积分里面应该学过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这个例子当中 它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亚克比行列式 直接算出来是一个R 所以就是R乘以DR dθ 在积分的时候 我们最终不是不想要DXDY 我们想要DR dθ吗 是吧 但是要换掉的时候 我们要再多乘一个R 这个意思 所以这时候我们最终得出结论 L方应该等于谁啊 L方我们再画一次的话 就是我们把它画成了 R从谁到谁 然后θ从谁到谁 对吧 大家说R从谁到谁 我们注意这里是富无穷到无穷 也就是说整个平面都是要的 对吧 那么整个平面上面的R取值是怎么样的呀 R的取值 R表示说是这一个点到远点的距离 所以它肯定是非复的 那么也就是说是任意正数都是可以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应该 把R从0开始取 一直取到无穷 对吧 θ呢 θ的话我们是不是同样 还是想要要求整个平面 也就是说我们想让它转一圈 不能多转 多转的话就会算重 对吧 转一圈是OK的 那么比方说从0转到2π就行 是吧 然后里面背积的是我们这个玩意儿 e的负的2分之x方减去2分之外方 然后我们发现它其实应该是谁呀 如果用R来表示的话 根据购股定理R方是不是应该等于x方加y方呢 所以这个东西负的2分之x方加y方应该等于负的2分之r方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化成了e的负的2分之r方 然后后面是这个dxdy dxdy我们知道要化成这样 r乘以dr乘以dθ r乘以dr乘以dθ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说我们换源的目的在哪里了 大家说是在哪里啊 就是靠着这个亚克比行列是引入一个R 然后这样的话反而在求 在求圆函数的时候就方便了 为什么方便了 因为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说原本这东西e的负的2分之r方 它直接求个倒 对R求倒应该得谁 应该得外层是e的多少次方 所以是e的负的2分之r次方 对吧 但是还要再乘一个内层求倒 也就是说是负的2分之r方再一匹 而负的2分之r方再一匹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又多出现了一个R 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情况 对吧 而这个东西原本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多的这R 它反而不好求 现在多了这个R的话 我们就发现它正好可以凑成这个形式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用 微积分基本定理了 对吧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这个东西略微的简化一下 就是我们发现什么呢 我们发现说这个θ 它其实在这里面没有出现 对吧 所以相当于是对 在θ看来是在对1积分 那接完了之后会出来什么呀 就是一个纯数 叫做2π-0 2π对吧 所以我们最终把这个2π提出来的话 剩下的话就是一个只对于R进行积分的东西 所以里面画出来是 我先把这个再写一部 R1的负的R分之R方 第R这个是吧 然后再根据我们刚才那个理论 我们知道说里面这东西 它是谁的导数啊 它实际上是不是负的E的负的二分之R次方 二分之R方这么多 它的导数呢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它求导变成E的负的二分之R方 然后再乘一个内层求导 是负的二分之R方再一匹 而负的二分之R方再一匹是什么 是负R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再画成负R 然后前面的话 本身这里还有一个负号 所以负负得正两个一加 我们就发现这东西 它求导恰好就形成了它 没问题 好的 然后现在的话R从谁到谁 从零到无穷 从零到无穷 是吧 然后把无穷往里带的话会得到什么 把无穷往里带的话会得到 这个是E的负的无穷次方 E的负的无穷次方是什么 零对不对 零 所以就说上面算算出来是零 底下呢 把R等于零往里带的话得到 E的零次方 E的零次方是一啊 所以这里是减去负一 对不对 放在底下是要减 然后这里算出来是负一 所以是减去负一 得加一 所以最终算出来这个东西等于二派 是吧 L方等于二派 L等于什么 根好二派 所以再回到我们原本这里来说的话 我们发现这一部分 其实正是根号二派 是吧 所以得出结论 叫做根号B乘以C 再乘一个根号二派应该等于1 所以大家说B和C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联系呢 你比方说C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用B来表示 它是不是就应该是1比上根号二派B呢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根据这个协调性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检验 此时呢就能够把我们原本写出来的这个概率的形式更进一步 把这个C已经用A和B来进行表示了 是吧 画出来的话 得出结论 F X等于谁呢 等于1比上 原本这里我写的是C 对吧 那我现在我写成1比上根号二派B 然后后面的话暂时不变 E的负的X减去A的方 比上2比